接下來呢 剛才我的專訪打進去了 密碼也打進去了 那我就按確定 好 一樣又出現 亂無法在承認台手機上繼續供應 OK 確定 好 綁定電話號碼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把電話號碼打上去 好 下一步 要送簡訊了 我們再等他的簡訊 出來了 趕快點一下 這是他的簡訊 我去開簡訊起來看 0518 那我再切回來 剛才的Line 這邊就開始打 0518 簡訊 送來的認證 好 按下一步 好 在資料更新中 這時候我就說 綁定帳號之後 現在他 更新回來的東西是 你的好友能量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看表現機率 來看一下 對啊 所以因為這個Line用的比較久 所以可能好友太多了 所以要等到等一下好友啊 群組啊太多了 對阿 要慢慢再做編輯一下 好啦 編輯完了 來 我們看一下 欸 名單 好多人都在了 好多人都在了 來 我一樣 找聊天紀錄裡面 哇 我的聊天紀錄怎麼只剩三個 好 然後呢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 又有好多人 好多人 只有這三個群組 有人在丟訊息過來 好 所以來 我再找一下 我先找一下 我跟我太太的聊天紀錄在不在 好 滑一下 看一下 來 找到我太太而已 來 然後聊天 都空的 嘿 為什麼 我說齁 別忘記喔 Android 我剛才只有網路卡號而已 我剛才是把照號密碼記錄進去 所以只是把所有的 所有的名單 全都叫 阿 聊天紀錄 要自己做 對 聊天紀錄要自己做 所以呢 聊天紀錄怎麼做呢 再來 一樣齁 好 三個點點 右左邊 右上角 這個 不是最高 橫的三個點點 點進去 嘿 齒輪設定 然後 嘿 這時候往下滑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我的帳號裡面 是不是都 剛才資料都已經 搞定好了 就這個 就是你剛才在用戶登錄的時候 它就是已經大壓度登錄了 所以呢 接下來是 要賄賂聊天 所以呢 找到 聊天 然後這時候 備份 及復原聊天紀錄 啊 再請注意 這個按的時候 不要再去按備份 再按備份 你又是把空白的給蓋過去了 不可以 你要按的是 復原 OK OK 所以按復原 然後呢 一樣 還有問說 因為連接WiFi確定要 使用行動網路嗎 是 沒關係 好 這時候 我們就來看一下 欸 我剛才是備份在 欸 我 我的 Gmail 那個LINE的帳號是綁第二個 可是我剛才備份聊天 我是綁第一個 你就要機組 你綁第一個 要從第一個帶回來 所以我就說我的手機綁兩個帳號 是稍微複雜一點 如果都只有一個帳號的話 就選太多了 好 那我就要選 第一個 然後按 確定 所以 等它 倒回來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看 剛才的記錄在不在 好了 倒完了 確定 所以這時候呢 來 我回上一步 再回上一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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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這裡 好 突然就封出一大堆了 來 再找 跟我太太的 是不是都在了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們要清楚 這個LINE的資料備份流程 然後 之後呢 這個LINE背好了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要到時候要嘗試 要發射手機 換員 OK 好 那我們先請各位 如果願意的話 先嘗試一下 看到這一步有誰 好 那當然也許我們手機整個行背 我們下禮拜 好不好 因為我換一次大家操作這個活 會 會有點亂掉 好 聽到這個地方 先請我先存一下 先請我先存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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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